234 《明報》,沒有過了關的官員 2015年7月26日中國A16 華南觀察院紀宏在外界質疑中央打貪會否放緩的時後 除了將已接受調查多時的定計劃宋教司法機關處理之外 環節連宣布記名貪官落馬,案情也沒有甚至要先,卻釋放了另一個狠烈的信號 十八大之後任命的官員,即使在十八大之後沒有點方作看 而且還在對下打貪有所作為的情下,仍然沒有過關 周本信就是一例,周本信中作打貪刑落馬周本信在十八大之後才被委任為河北省委書記 當時坊間已經覺得奇怪,他此前在中央政法委任秘書長十年 奇怪的地方在於,他不曾在省級的地方政府有過實績 讓他掌管一個大省,而且是一般由總書記親信執長的廣衛京師的大省 另一個奇怪的地方是,周本信跟周永康的關係 無從闢稱,竟然可以逝脫嚴而獲得重任 除非他事在舉報周永康犯罪證據方面立了大功 周本信在河北擔任一把手期間,還結出一個貪污過億元的水務科長 而且又是總書記親自聯繫的省份,常委各有分工聯繫其中一個省份 習近平還到該省參加民主生活會,事前看不出來有何,像周本信會出事 更戲劇性的是河北的報紙在周本信落馬當天,還以他的活動做頭條 周還在北京出席全國性會議,相信是在會後當場被帶走的 內地公務員仁仁自偽這個列的信號令所有官員民風喪膽 因爲這就已未呼喻,中央早就聽上了周本信 即使在十八大以後讓他空降河北,也只不過是權宜之計 穩住他安心繼續工作,像兔子一樣等待中幾位甚至極其靈演 此足了,就讓他束手就擒 目前內地公務員士氣嚴重低落,人人自危,擔心那天火會燒到自己頭上 如今中央的信息是沒有一個已經完全過關的官員 究竟對各層級的公務員有甚受響,值得觀察,遠幾宏? 明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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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